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i6编程器电池检测小板的使用方法 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 特别是最后一段视频很关键 它支持6-13 Pro Max之间的所有机型 我们将扩展小板直接扣入i6编程器主机后 它会自动识别当前小板的功能并跳转到对应的操作页面 现在我们就拿出一个XS的电池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功能操作 扣上电池后会自动读取电池数据信息 也可以再次点击读取数据 我们讲解一下循环清零 就是将充电次数修改到0次 按下循环清零按钮 大家注意查看循环次数的变化 稍作等待会立刻变成0循环电池 现在充电次数已经被清零了 我们按下切换键就会切换到不同的功能选项 循环修改就是任意修改到自己想要的充电次数 输入自己想要写的充电次数 点写入数据就会自动更新充电次数 健康修改就是修改手机中的电池健康系统 我们将健康度修改到99% 再看一下效果 已经成功修改到99% 讲解一下备份和写入四项功能 就是备份厂家编号 序列号 健康度 循环次数信息 备份或者写入新的电池当中 再讲解一下备份底层和写入底层 就是讲电池内部的所有深层数据全部备份起来 换电新时这个功能特别有用 修复底层 当电池内部的信息写入错乱时 使用这个功能可以将它们内部错乱的信息重新修复 使用这个功能时需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保持电池连接的稳定性 修复途中不能断开电池与设备的连接 否则将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请问大家都听懂了视频中的操作说明了吗 如果还不是很懂请持续关注我 我将会每天分享iU编程机的使用操作方法